阿根廷在争夺二点球的能力上显然要比法国队更加积极 在争下球之后会迅速把球传给迪玛利亚的这一侧 然后通过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在寻求突破 或者把球转移到中路 法国队的防守中心也会随着迪玛利亚这一侧移动 这样传阿美尼身后这片盲区经常是出现空荡 类似的场景也是不止出现了一次了 同样是在右路阿根廷队的几人的包夹围墙 把球控制下来之后通过迈卡利斯的个人能力把球控制住 摆脱了一个防守继续向前发展 来到了左边依旧是这个区域 迈卡利斯特还没有丢球 依旧是在向进区里面去寻找传球的线路 还是在进区前沿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梅西在传球一刹那 法游队的中间区域右空了 从边路发展到中路的进攻都形成了危险 可见法游队的中路防守还是问题比较大 我们下期再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